9月9号凌晨 为准备地表最强台州演唱会的周杰伦 刚刚从美国飞回 就更新了他于8月底刚刚开通的Instagram账号 晒出和爱情昆林的背影合照 向毫无防备的网友撒下一大把狗粮 并配文 才刚回来就开始想念在布鲁克林桥下草地野餐的感觉 照片中 周杰伦和昆林背对着镜头 祥依坐在布鲁克林桥下情心如洗的绿草地上 安安静静地吃着东西 周杰伦投往爱情方向为偏 即使看不到表情 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宠溺感 网友不禁感慨 你这秀恩爱技能真的厉害 除此以外 由于周杰伦在开通INS以后 不负高冷 经常分享自己的状态的生活 有时候甚至恨不得一天更新好几条 而被网友吐槽 活跃得像个高仿号 也有粉丝调侃 周董可以说很放飞自己了 8月底刚刚开通自己的instagram账号的周杰伦又更新了 这次他晒出的是和爱妻昆林的背影合影 除时秀了一把恩爱 粉丝见状也感慨 你这秀恩爱技能真的厉害 据悉 9月9日 周杰伦地表最强演唱会 在台中开场 日前凌晨 周董刚刚从美国飞回国 刚刚回国 他就更新了instagram 费文也是 才刚回来就开始想念 在布鲁克林桥下草地野餐的感觉 屈膝自从开通了instagram账号以后 周杰伦就被粉丝调侃 活跃得像个高仿 恨不得一天更新好几条 有粉丝感慨 你十几年从不开私人社交账号的高冷 现在全没了 周董可以说是很放飞自我了 日前 周杰伦结束了连日的演唱会后 带着老婆昆琳前往纽约 一下飞机就被捕过 虽然有工作人员同行 一路上仍紧盯着老婆 随时转头查看老婆安全 闲见日常中的小贴心 小两口并没有做太多伪装 走在搜狐区街头 买饮料 享受难得的两人世界